近來李強的工作報告裏面 說很多大陸的發展 都可以借力在香港 其實對香港有什麼機遇呢? 看不到什麼機遇 就是你看它的報告 其實施政報告的國外預算案 預算案都差不多的 其實看完阿謀的預算案 你猜到大概那些報告都是不上的 那條路線都是說什麼高科技 但是高科技第一就是 你做到全球最頂級的那個 你才能壟斷市場 一不然你其實拿到市場份額 或者前景其實很少 你知道很多科技 他們最前沿的那些人是怎樣搶磚你 你看看如果讓你鬥快去拿到那個研究成果 你註冊了的時候 第二個我讓你遲三幾天去發現也好 人家比你更快 人家比你更快 人家註冊了的時候 那個壟斷往後的利潤在別人那裡 不是這個 所以整個玩法就是 你沒有那個 就是考第一 排到最先的這樣的結果 其實你多厲害都好 都可能賺不到很多錢 如果你不是賺錢的 你拿來純粹是搞國防 搞軍備升級 那你就要看看 你是不是真的打算很快有場打 如果你真的很快用得著那些東西 是吧 四處去攻打 這裏那裏的佔領那裏 那裏的地方 略奪很多東西回來 那也還有一些回報 那如果你不是的 你立即升級你的軍備或者武器 然後去作為一個威嚇的作用 其實這些是買來擺的 就是我們看俄烏的經驗都知道 你逢是打仗 燒銀子遊戲 鬥花錢而已 那如果你不打仗 你花了錢下去 就是俄羅斯打烏克蘭 打完之後都拿到一些東西 如果你不是打仗 你就做那麼多投資 扔那麼多錢下去 其實是扔下去 沒有分別 沒有回報的 那麼如果你回香港這些情況 其實你不 香港就打仗不到你了 那麼你純粹說搞科技 你又不是走第一 那麼這個其實呢 第一樣就 就是效果效益很低 第二呢 就是你那個 實際上對經濟的貢獻也都低 不貼地 因為任何一個經濟體 我就算當你美國也好 真的從事科技行業的人 其實是很少的 你想想這個世界 有多少人真的懂得這麼尖端的東西 有多少人真的做到最上級的專業 可以寫到一些很厲害的程式 有多少人真的可以進入職場去做晶片研發 很少的 就是你往後的 往後的一條龍那些東西 譬如你下去怎樣加工 那些技術人員其實都不是多的 你計算整個社會 這些人是佔很少比例 再下去就算銷售層面 你在一個tech的銷售層面 其實你想想 譬如NVIDIA賣晶片 他在從一個壟斷層面 間間全世界要用晶片都會找他 主動上本不用銷售 就是你不會用很多人 不會涉及很多的公司或者產業 就是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只是扔一大塊錢去搞科技 你不會為了很多就業 不會為了很多紅營 雖然你說帶出來的經濟增值 潛在可以很高 但是回頭回頭回頭 你是不是排第一 你不是考第一 你不是winner的話 你是拿不到的 所以其實我看那個 實際上你見到搞科技 這些是可以這麼說 去到國際級大哥 鬥大的遊戲 就是去到那些首富 大家鬥身家的那個急數 如果你現在不是 真是國際級大哥 你不是真是有錢這麼交關的 好心就別玩這些東西 就是你不是真是很有錢 不要跟別人沖大頭 你怎麼鬥呢 你鬥不贏 你不是第一 你拿不到 你還在那裡燒錢 其實很傻 是的 不是啊 近來日本的台資電 還是紅本 那些新聞報得多大 他是不是大哥都沒有這個決心 如果真的想搞 那些呢 因為你有晶片概念 那些股票升得這麼厲害 逢是有這些相關的股份的新聞 都會一定上頭條的 但是你又要知道 這東西都是 此一時彼一時 說真的 如果你早兩年的時候 講晶片過程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如果你有看新 一直有更多的新聞 你知道早兩年試過的 晶片多到不要 跟著晶片股扔得不清不楚 那時候半導體整個行業 那些市值 蒸發就一半以上 你看看那個半導體指數 跌了差不多一半 不是很久的 在說三年前左右的事情 那你所以 其實有資金 有概念 他推上去的時候 他的故事就是這麼說 反過來的時候 就不是這麼說 那你就算是那些國家也好 你知道先進工業服 他不是說全副精神 心機時間精力 是放進去的那些位置 科技來說他都會分散 不只是說半導體 他都一樣都有的 同時間也都不只是在科技那個位 是有政策審錢下去 是比較均勻的去發展 科技當然其中一項 很多時候還是靠市場的集資 不是政府去推 就是政府推這些東西 其實那個效益很低的 譬如你說幾十年前 美蘇去太空軍備競賽 你看到美國 那麽多年 NASA政府打本 就是發展那個太空科技 其實 那個太空那個 那個過程 他扔很多錢 花很多錢 花都不用 NASA都想倒閉 真的想不搞的 結果就出了個馬斯克出來 接著他就去搞SpaceX 然後很多東西走去上太空 你看到這些東西 下去的市場搞那個效果好很多 那現在你剛剛回到大陸 就不是了 很多東西都是 就是從國防的層面去考慮 是政府大頭政府 扔本 其實那個效益 就是這些東西 你說放手給市場搞 他又不夠膽 他覺得這些戰略性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其實在現在這樣說 你很多所謂很新的科技 其實科技都舊得很快 你一出的新的 接著又變舊 就是被淘汰的速度是快得很緊 周期很短 那你有很多東西 其實如果你肯放手給下面搞 美國就是這樣 那你的效益就會好很多 在很多時候 一個商業層面的應用 不用用到最尖端的 你現在在研發兩奈米的晶片 你有多少東西真的不用那些 就是大部分 可能7奈米 14奈米 其實已經很足夠一般應用 那你其實 你這些東西 如果你限不難 都是要掌握在國家手上 控制著 那個壟斷高效益就可以了 但是他說你想借來香港的港元 是不是想抄襲香港的資金呢? 哪裏啊? 我說大陸那邊想借來香港的貢獻 他有說香港要貢獻的嘛 那是不是想去抄襲香港的資金呢? 他如果集資一定是透過香港的 問題是香港現在那個集資功能大不如前 你看港股的表現 已經告訴你那個股市集資不勝氣候了 那你和通常這些科企的集資呢 不是這樣IPO集的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電視基金 就是在一個私募的層面去集的 什麼私募的層面 當然也都要看看你那裏多不多有錢人 是不是? 以前來說你很多炒地產賺到大筆的就說 現在那些搞地產那些都水瓜打狗了 就是他本身那個資金不是那麼充裕的時候 你這些時間去招錢其實是難的 還有很多時候第一塊錢科給你 然後可能你也有聽過了 A輪B輪一直去集資的時候 他最終的目的都是想上市 就是當他那個研發成果出來了的時候 他就期望上市 你想想如果你一早在香港搞這些集資 到時候難道又在香港上市 香港上市就無法集資 就是個個都一定會去美國上市 所以如果你就算有這樣的集資計劃 很多時候都未必在這裡發生 還要追加一件事就是很多你見到做起了的成果 被共產黨一手拿去 其實你完全是沒有保障的在這裡做事 所以其實長線來說 它是國家帶動的一個國家打本的方式就可以 你說在這裡靠吸市場的資金 大多市場想賺錢的 如果你把那些錢放進去 最終的錢可能拿不回來的 沒有回報的 其實不會有人做這種事情